秋葵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想吃不会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种简单又方便的做法 先把秋葵去头去尾 来,斜刀,这个尾巴不要 接着仍然是斜刀 一刀,两刀,三刀 OK,就这样 来,我们切出来 是棱形的,非常好看 这里总共六两的秋葵 切好一边,大用 接着再来红辣椒 同样的切成棱形 这个主要是搭配一下颜色 今天分享的是牛肉炒秋葵 牛肉切片用横刀 把它切成横稳 来,它的厚度是一个硬币的厚度 切完叫大家腌牛肉 这个牛肉切完之后轻轻洗一下 把它捞出来,捉干水分 家庭里面不建议冲水冲得太干净 因为冲得太厉害,这个营养都冲没了 搞点姜葱把它拍拆 拍完锤一下 广东米酒一汤勺 精水一汤勺 把姜葱水抓出来 接着把姜葱水过滤压一下 这个渣渣不要,加油蚝油半勺 胡椒粉一点点 鸡粉一克 生抽几滴 食用小苏打一克 干淀粉一勺 先把味道拌均匀 顺着方向 让这个牛肉吸收到这个水分 加入青油一汤勺 再把它拌均匀 锁定水分 腌它十分钟就OK 这种就是家庭里面比较简单的方法 牛肉炒秋葵的材料哼巴啦都在这里 这个红辣椒放在一起 葱姜蒜 接着教大家调这个芡 蚝油半勺 清水 两汤勺 鸡粉两克 白糖两克 盐一克 胡椒粉一丢丢 干淀粉一点点 最后把它搅均匀 起锅烧油半勺 放入秋葵 再放盐一勺 加很少很少的水 把它煸炒 这个秋葵千万不要炒水 一炒水就很多水粗 用很少的水把它煸炒 把它煸熟以后 倒出来 蒙锅饮油 接着放入料头葱姜蒜 轻轻把它爆香 再来放入腌好的牛肉 这个时候开成大火 翻过来炒一下 锅冻又不冻 再翻过来煎一下 看见牛肉白色 立马放入秋葵 把它翻炒均匀 最后放入 事先炒好的芡 翻炒均匀以后 放入一点点的老抽调色 再来一点点的生抽 往锅边浇 翻炒均匀 动作要快 芝士又帅 牛肉炒秋葵就完成了 还没学会的 先收藏起来 留着以后学着做 下期再见 糟糕 炒均匀